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盘后的股市同学会 那今天这个大盘又再度过关了 对不对 我这个投资朋友 其实这个回想起来 真的是一路走来 真红一直在始终如一 当初我还记得 在10月5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讲说 大盘来到16100点的时候 你千万记得不要再去做放空的动作 那在之前 那我也跟投资朋友讲说 那个17000多那边的一个急杀 就是要做一个杀融资的动作 那当然 当时的杀融资 也是针对一些高融资的个股 来做个调整 那在经过那么多一个时间 到10月20号 当时我这个大盘 又来到了已经反弹到了16883点的时候 就是说那根所谓的这个长黑K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市场还是一面看空 非常看得不好 认为上面的这个层层的套牢的脉牙 不容易来做一个克服 那尤其市场的利空也是非常的多 那当初我就跟投资朋友讲说 这个叫做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当然我知道 我要跟你讲的时候 你是无法去认同的 那其实在当下 曾宏就已经把指数看到了某个地方点 然后那个某个地方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在这个所谓的双11密码的线上讲座已经讲了 其实我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看到那个点了 只是说我为什么不会事先先跟你讲 因为太早讲 第一个 你觉得那个太遥远了 没有感觉 那第二个 就算后面已经验证了 你也觉得说 我早就忘了 到底是谁讲过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都是希望说 按部就班 以这个比较短期的之内的一个规划 来跟这个投资朋友来做个分享 太遥远的事情 我相信 你也觉得遥不可及 因为你看不到 你也不知道怎么会去看到那个地方 所以说现在这个大盘 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你看 当初的10月20号是在那个地方 我在10月20号就已经看到了 比这个还高的点 我们的操板手的规划 早就已经规划到那个点 那好像那个什么点 你只要在这两天 我们这几天都有这个 因为曾宏在礼拜一 有录制这个双11密码 线上讲座 你只要有来索取这个影片的 内容的这些投资朋友或是同学 我相信你都已经知道 我是宽到什么地方 那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多空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说我们在操板手规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短线的规划 那也有中长线的规划 这个都是我们在操板手的时候 必然会去做的一个事情 只是说因为中长线的规划 投资朋友离你 离现在这个时间点会太远 我跟你讲 因为我也知道这个盘不会一路往上冲 这是我在之前就跟你讲过了 我说这个大盘会慢慢的往上走 对不对 或是说锯齿坡 我说锯齿坡是最好 那当时我就跟你讲下了一个什么定义 蚕食鲸吞 对不对 我说它慢慢的一块一块的 把这个土地空方的领土把它吃回来 是不是就像我讲的一样 一点点一点点的往上涨 有没有看到 那个K线都是很小的吗 一点点不知不觉当中就爬上来了 等到后面才发现说 哇这个多方怎么那么强 后面的时候也就这几天 应该是说这几天 你才开始感受到 这个多方怎么那么强 跟之前就想不一样 对不对 就是用这个方式 慢慢的 它就叫蚕食鲸吞 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把它 整个空方的压力给消化掉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因为每次的解套麦 又会把这个大盘给打回来 那就很麻烦 就被拉拉扯扯 一下涨了 连续涨了三天 一下又给你拉回个五天 后面再给你再又涨了三天 然后在那边扯扯拉拉的 我觉得到后面 卖压 解套卖压只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越来越多人会被套住 那用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 它越电越高 对不对 那相对的解套卖压 它可以慢慢的去消化 那买的人也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个前面 后面的三根K线 你不要看的话 如果那后面三根 就是今天是礼拜二 也就是说 从上个礼拜五 到现在的K线 你把它涂掉的话 这种K线 会买的也不多 真的会报的也不多 大部分都跑短线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 那当然会常跟投资朋友讲 因为我现在是在代会员操作 不是像之前在做操盘 我们操盘都是爆波段 那可是呢 如果你代会员报波段 他会员一定受不了 一档股票 搞不好我们一报 就报一个月 甚至于两个月 所以我说投资朋友 我们现在的操作就是什么 以短线操作 那当然如果刚刚好 可以遇到这个所谓 很快就可以出现 这个波段行情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 就像宏达电一样 那平常呢 我们还是会带领会员 来做什么 抓红包的动作 所以等一下我们去看 你要该怎么去挑选股票 其实我在这个双11密码的线上讲座 都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规划得非常的完善 你只要把我的那个影片 看过一遍 仔仔仔仔去看过一遍 我相信你到明年的农历年前 你的心中都有个底了 这个大盘 甚至于各股的操作方向 会在什么地方 好那我们看金融指数 我把它说稍微做个调整 从这个瑕福盘整 变成区间的整理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调整呢 因为我觉得整个量能的来看 他应该不是在走瑕福盘整 他未来会走个区间整理 那区间整理的话就比较 会拖时间比较久 所以你手上有金融股的话 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 是要换股操作呢 会比较快呢 还是说你想要继续报 也可以啦 或者能跟你讲说 他目前为止是在区间整理 拖的时间会比较短 那瑕福盘整的拖的时间会比较短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 好那再来就看到什么台积电 台积电我在盘前的关键指标 就讲说我们有两档 第一个叫什么台积电 那第二个呢是长荣行 结果今天长荣行创了什么 波段的新高 而且还突破了非常关键的 之前在有成交66万张 但是我今天不谈长荣行 我不去谈他了 那但是我是跟你讲说 我盘前为什么跟你讲台积电跟长荣行 是关键指标 那我写到前面的绝对是最主要的 今天就是台积电 为什么最关键 因为它瑕福盘整 那瑕福盘整之后呢 又出现了带量 有没有 带量的时候 我是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投资朋友上个礼拜五 对不对 那我也跟你讲说 我有带VIP 去布局这个台积电 因为毕竟它股价比较高 一张要五十几万块六十万了 所以说我们就带这个VIP 来做个布局 那这个布局的原因 但也是因为 我知道这个瑕福盘整 如果有出现一个多方的量能 随时会去做突破 这是我礼拜五讲的 投资朋友 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回礼拜五去看我的盘后节目 这个骗不了人的 所以说这我们都是事先先规划 果然在昨天 我说过不是礼拜一就礼拜二 我上次就讲 好那结果就在礼拜二冲出去 那这个冲出去之后会怎么看 投资朋友 我只能跟你讲 台积电已经从孤岛双口 又再出现另一次的跳空缺口 那你就不能小看它了 当然我说过 这个全职股 你说它每天的连续大涨 真的不容易 所以说 如果你要布局台积电 你自己要有耐心 你自己要有耐心 不要说一天涨 一天又不涨 你又要来问曾宏该怎么办 不要再问我这个 我说过我不收所谓的节目会员 我们就是跟着我会带我的会员 该怎么去操作 因为毕竟这个高价股 应该600多块了 应该算是非常高价了 那我们在操作上 当然我说过 很多股票 它可能适合去做波段 那有些股票 它可能去做短线的 那就是我常跟投资朋友有讲过 怎么去判断波段 怎么去判断可以去做短线 这个我在 其实我在这个双11密码的线上讲 也有教你怎么去分辨 所以如果你都没有来拿的 我也没办法 这是免费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提醒你 在Telecon 在群组都一直在提醒你说 今天的下午1点半 也是收盘之前 是最后的极限 最后的截止 申请表单 如果你没填写 或是你Lost掉了 那我也没办法了 投资朋友 因为毕竟我们的 这个人员的服务 毕竟有先要应付那么多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截止了 好那这就是友达 友达在这个地方 又有投资朋友问我 能不能买 其实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每次在问我这句话之前 你先扪心自问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都是在长了一段之后 你才想去追 如果你是长了一段 你才想去追的 你就不要再来问我了 因为我就觉得 你的操作的心法 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你真的要好好再回去看 看这个Volite贴文串里面的 33条的操作心法 真的很重要 我说过 你如果操作心法不正确 你老是喜欢用追的 投资朋友 你在这市场上真的 你顶多是小赚 但是大赔常常会遇到 所以说这个操作心法 如果你不知道是哪33条 麻烦你到我的贴文串 去看一下 那这个友达在这个地方 真正的多空的决战点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是23.45 那这23.45 如果真的可以突破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你就前面的那些 所谓的套牢卖 你就不用去考虑了 就跟这个 这个什么 长龙行一样 他一突破 那个一个关键点之后 他就突破了变成 创进期的新高 应该算波段新高了 所以说友达也会这样子 他会复制什么 长龙行一样 只要那个23.45被他突破 他整个行情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 那我跟投资朋友讲过 等他去突破23.45 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面板股会攸关整个大盘 未来有没有办法 向万八万九行情去挑战 它是非常的重要 好 那再就是航运股 航运股我在昨天 我已经跟投资朋友提醒过 对不对 我说这个航运指数 因为接着下来 就是除了短压区 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在这什么 解套卖压区 那才是重点 对不对 套了一堆 因为我每次的新会员一进来 我一看 十个里面 大概有最少一半 都有航海股 要不然就是钢铁股 这一定必然有的 所以那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了 代表市场上 很多人的航海股跟钢铁股 都在等解套 那那么多人在等解套 那你认为这个 股价要不断的往上冲的 那个动能要多大才够呢 所以我想常常跟投资朋友讲 你继续逆向思考一下 不要说每次他一涨上来 你就开始又心动了 这就是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说 你要怎么去挑选股票 就在于你有没有赢家的思维 你看我盘前还提醒你 提醒你什么 我说货柜三雄 我直接点名货柜三雄 我说货柜三雄 你要今天他要挑战 这个解套的卖压区 结果呢 投资朋友就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说一堆人等解套 为什么你要去选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来去做多 我也觉得一直 百事不得其解 因为以赢家的角度来看 真的百事不得其解 你竟然要做多 你为什么会去选这样的 我等一下问你一个问题 你就应该慢慢的豁然开朗 好 再来就昨天有一个我们的同学 看到钢铁股在涨 昨天是什么 大成钢 大国钢 跟威治钢铁 涨停板 对不对 然后带动整个钢铁股往上冲 我就没有讲到钢铁股 因为我盘中没有讲到钢铁股 然后那个同学就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不去买钢铁股 那不就是跟刚才我讲到的航海股一样吗 对不对 好那昨天的钢铁股那么强 结果今天呢 包含大成钢 大国钢 你看这个威治 还跌的比较多一点 对不对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是不是都黑掉了 今天涨一百多点 他为什么整个会黑了呢 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讲过 你的思维如果一直停留在 输家的思维里面 那你真的在股市里面 很难 就是说维持一个很稳定的获利 在股市当中你要记得 投资朋友 你不是只有来这边来一两天 对 你是要长期操作 你也是希望说 在这个地方股市里面 每天有几千亿的成交量 可不可以在当中去捞一杯羹 或是抓个红包 让你的日子好过一点 不管你是要 帮子女存这个教育基金 还是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 对不对 甚至于 让家庭 假设你家里有 比较大的长辈 还是自己有负债 可以快点还清 就希望透过股市的操作 来把你的这个获利 弥补 或是可以让你的生活 过得更好 不是吗 对啊 就是这样子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你是不是要去想想看 为什么你会在股市 一直在赔钱 或是说每次都小赚 后面又全部赔回去了 这是我最常遇到的 就是你的操作思维 是不对的 投资朋友 你自己去想想看 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说这个问题 我问你一次 你应该就能够去感受了 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做多 这样子我想请问你 你会选择哪一个 投资朋友 应该每个人都选B吧 没有人会选A 对不对 好 我这样子问你问题 你会选A 那你来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选择航海股 跟钢铁股来操作 做多 投资朋友 为什么 你不是觉得很奇怪吗 我这样单纯的问你问题 你会说我会选B 对不对 可是呢 在这阵子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你就偏偏喜欢选 跟A有关系的股票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自己去想想看 我们不要再多说了 因为这个 就是一个赢家的思维 你看你怎么去改变 如果是说 你一直在套用 这个所谓输家思维的话 我说真的 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你就算你那阵子 搞不好你因为 这个行情太好 对不对 就像之前 8523涨到17709 9千多点都不回头了 你刚刚好赚到 那个叫运气好 对不对 接着下来像这种盘 你就一直在赔 投资朋友 你继续回想看看 如果你能够 把这个思维 放在你的脑袋瓜里面 我相信 你操作的方向 就会不一样 那你看 真正的强势股 就是长这个样子 不是吗 三不五四就来个涨停板 三不五四就来个涨停板 因为几乎没有卖压 这才是真正的强势 当时我就跟同事朋友讲 我说 威胜集团会因为宏达店 会开始 一直往上走 对不对 就是变成怎样 见压不是压嘛 见回不回嘛 就是一直往上喷嘛 喷到现在我的宏达店 还在喷啊 不是吗 可是朋友 昨天已经翻倍了 那可是他有停下来吗 也是没有啊 所以说很多的一些操作的想法跟概念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自己好好去想想看 你到底该怎么去做 才是最正确的 而不是说每次我正宏跟你讲 什么股票涨停板 什么股票涨停板 可是呢 你心中想的 还是在 我说过 这个问题还是一样嘛 你还是停留在什么 还是停留在A 你明明在做多 你又不是做空 那你挑着股票跟族群 永远喜欢去挑那个跟A 符合A条件的股票 那你怎么会大赚钱呢 投资朋友 你自己想想看嘛 你自己去试试 慢慢的回想一下 对不对 这个道理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啊 你真的要来跟我做这个 所谓的强势股的话 真的 只有跟着曾鸿来做 因为啊 很多投资朋友就习惯什么 我操作过什么股票 有赚到钱 他就一直想要去操作那个股票 我说这种思维是完完全全 最大的错误 为什么 因为股票总有转弱的时候啊 他不会一直强啊 投资朋友你要有这个想法啊 不要说他基本面就很好 为什么他就不涨 怎么样 投资朋友 那个真的啊 现在啊 以目前现阶段 你不要再去看那个所谓的 他的基本面的问题了 真的就是以筹码面 跟这个所谓的技术面 来去挑选个股 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跟你讲说 我们就是要买这些 最强势的股票的原因 就在这里嘛 因为你现在的大盘是 从18034跌下来 对不对 跌到16162 所以前面有一堆的解套卖压 你还在用旧的思维 哦 基本面怎么样 哦 所以怎么样 投资朋友 真的啦 该清醒了 真的该清醒了 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还不清醒哦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在操作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说过 你就交给曾宏 哦 曾宏来告诉你 该怎么去操作 应该不是说告诉你啦 直接来代理你 会比较轻松啦 你每次买的股票 你也不用去烦恼 你就怎么样 每天好好的去安稳的睡觉嘛 你也不用管说 哦 明天的这个大盘会不会涨啊 我的股票会不会涨啊 每股又怎么样啊 有没有 那如果说像这航海股 今天明明大盘大涨 它还不是往下跌 对不对 航海钢铁都一样 昨天不是很强吗 所以大盘涨跌 跟你的选股策略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呢 所以你今天大盘看对了 往上涨 结果你的股票都在往下跌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讲 大盘啊 跟个股 你要怎么样去 规划跟操作 我相信对很多人 都是不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可是真宏已经24年的 操盘经验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就借力实力嘛 非常的简单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同学 分享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就细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钱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